上奧運殿堂是所有運動員的夢想 新北市中和分局副分局長林柏鴻 曾經也有個奧運夢 國小到國中 他在游泳以及田徑各大賽事當中 多次破紀錄 屢創夾擊 亮眼的表現也被發掘了 同時看到希望就像他培訓為奧運國手 雖然種種的原因 讓他沒有繼續踏上運動員的道路 但是現在每天看中華隊選手的優異 表現也讓他熱血沸騰 警方逆急協助搶救傷患 封鎖現場展開追棄 鏡頭前嚴肅說明案情 現任中和分局副分局長林柏鴻 認真辦公的模樣 你很難聯想到這名警官 曾經也有個奧運夢 他說那你剛好有這個機會 目前兩個單鄉都算全國分林 都算前面的 你要不要來參加這個培訓隊 就九二年奧運的培訓隊這樣子 一張張照片是他寶貴的回憶 從小訓練游泳及田徑 路上跑水裡游都難不倒塌 還曾穿上代表中華隊的選手服 在各大國際比賽破紀錄履創家機 青少年的時候 事實上台灣很多代表隊 可能在國際賽事都不錯 可是在面臨到目前後面生涯的 考量的部分 可能包括他自身的條件 或者是未來職場上面的一個發展 還有家長的影響 可能都會對於這些選手 有沒有辦法再繼續運動這條路 都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影響 一整袋的獎牌 多到數不完 一半以上都是第一名 雖然現在不在運動員這條路上 但林柏宏看著中華隊選手在奧運場上的精彩表現 始終熱血沸騰 會很激動 那也會想到以前的一些練習的點點滴滴 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 當畢竟得獎的選手是少數 可是每個能夠站到參與比賽的選手 事實上他們都經過無數的艱辛的一個磨練 點出選手背後的心酸血淚 林柏宏因為曾經走過這段路 他更能感同身受 都會主動自主選手 鼓勵他們不要放棄 也算是藉此議員自己無緣的奧運夢 記者田人祥坦可蒙新美式採訪報導